新台湾 风暴正在新起吗 这是新的风暴 第一波的风暴在全面启动吗 还是现在一波跟着一波 我们稍后要还原昨天有关键性的大现场 这是攸关国民党的新风暴 在选战破百进入99天 是不是已经全面启动 因为台南 这是第一孙区和第五孙区双菜 其他叫蔡玉辉 其他叫蔡淑慧 藏呢 手牙手 没手牙手 藏到上去记者会 给我朝阳西票机 不要西阳碎纸机 好 为什么他们嗆吴敦义 指名道姓嗆吴敦义 话说的还非常非常的酸 非常非常难听 还说他们不要什么臭酸的菜 还打算要串联 好 破百一场新风暴 在国民党是不是形成 当然还有一场新风暴 在绿营内部到底是蔡苏佩 蔡赖配 也有最新的民调 到底应该怎么配 不过呢 在国民党的部分 政权换将 倒是没有出现在民进党身上 操盘手 选前的布局 已经是被认为文操顺确 都裁好好的 现在给你换条 第一场的风暴的连锁效应也正在展开当中 我们告诉你 连顺文讲话了 连顺文两个字告诉大家 内转的方程式是什么 但是这两个字是大选翻转的一个关键吗 除此之外 还有更多人讲话了 我们看到有人说这是国民党进入倒数 即使最狠的宫廷大戏 宫廷大戏 立委参选人都参立卡 未来情势到底会怎么样去演变 同时连数还在进行 神父熊也讲话了 神父熊有很关心 他说国民党现在青春是什么 杨老师你有看电影《铁达尼号》对不对 对 有看了 来 你有看对不对 钟联慌也有看对不对 刘若彤有看了 OK 现场有谁没看《铁达尼号》 全部都看了 几乎都看了 神父熊说国民党现在青春 驶向撞冰山的铁达尼号 那铁达尼号我们都知道 撞了之后 还没撞之前 大家都集体跳船了 有人凶起 有人不幸往生了 有人因此而得救了 他还加码爆料 31位连署的大佬当中 有两个人图抹上位 好 我们一一问你解析 当然要你还原的是韩国瑜 社川川云茜的同时 为什么 他说 我选后遭到铺天盖地的抹黑 我从来没有骂过人 这番话我们为你还原 大现场他到底怎么说的 撞一门给我们的公围了 来 邀请这几位关键级来宾 首先为你介绍 国会观察基金文导师 杨立明老师 大家晚安 欢迎自身美典钟年晃 小军好 大家好 有林基金会的执行长刘又彤 大家好 在我现场 两岸政策协会的研究员 张雨嫂老师 小军好 大家晚安 以及国政顾问团的核心团员 他是廖达奇老师 各位观众 晚安 以及知名的网路评论家 温朗东 大家好 稍后激进党的立委参选人 陈柏惟会加入我们讨论 首先你来看 这两个人不怕被开除党籍吗 来看昨天台南大现场 如果我们的不分区立委的名单 非他们所期待的 而是让国民党的一些大佬所霸占的 那他们的政党不要肯同相续 所以我们今天 非负责这样的一个选举的压力 甚至起百姓的期待 我们也借有金额记者会 呼吁我们党中央 能够听到基层名音的声音 把基层名音的声音当作 考虑在不分区的名单里面 好好去做一样的事实 我们需要的是西票机 而不是给我一堆西养的名单 那如果当公司第一名的 我们人正来的话 会不会我是不要加入 我个人这个行为 大家是好分啊 那这样虽然 我们比较 现在的政党的民党 他多少年轻人 难道他有参加的机会 参加的性格的机会 如果这样的话 我们大概建议 我们顿意 真的好好思考 为国民党这五颗 党会要插入招牌 要在什么第一位的 这个公司立委 这个就是抗议 我个人是保持反对的立场 他不应该当公司的第一名 那我请教授六老师 指名斗姓呛吴敦义 这两个不怕被开除党籍吗 我觉得他们讲得非常好 而且非常有创意 叫夕阳碎纸鸡 很难得还想到 把夕阳跟碎纸鸡放在一起 那我觉得他们讲出的基层的新声 那真的代表是基层的一些民意 也不管他是民意党或是国民党 虽然他们叫国民党党员 但是是不是我们整个在政治上 应该有一些比较新鲜的气息 不是永远是一批老的人物 所谓的权贵在那里轮转 那可能国民党跟民党 都同样有这样的问题 那一般的伸走小民像这种基层 他如果没有这个机会来表达的话 其实永远是一些高层的人在乱 那所以我觉得他讲的真的是 非常的好 非常贴切 虽然他也提到 是不是将来这个不分区 竟然给学者专家 我听到当然搞写 但我觉得不必要 那应该其实像不分区 这么珍惜的一个代表政党的 他应该真是各行各业 代表这个政党本身 希望要走的方向 还有政策的路线 那找专业的人士 不要像我们最近这个桥垮了 都不是专业人士在当港务局局长 不要做政治仇优 那我觉得像这样子的一个新声 这样的一个表达 真的是国民党 或是甚至也是民进党 新声的力量 如果政党都能够走一个专业的 尊重基层声音 我相信这个政党可以永续了 那以现在这个情形来讲 我相信他们这样的讲法 那真的是让现在的国民党的 党主席叫吴敦毅的 好好听一听想一想 如果国民党还想有执政机会 即便吴敦毅可能希望将来 还有怎么样的政治路线 其实跟基层结合 聆听这种宝贵的心声 对他自己只有利处而不是害处 如果他听不进去 还是照现在走法的话 那我觉得基层也会反的 那国民党也不是永远只有 吴敦毅这批人了 这中间其实还会有其他的变化 所以我乐见 这么多基层声音表达出来 那你应该知道 吴敦毅被问到说 外传你要出任不分区的立法委员第一名 你知道他的反应说什么吗 他说我不可能立即回答 我没有办法立刻回答 那我们接下来 他这么聪明的人 这话当然就已经有了玄机了 但是我们郑重的呼吁 郑重的提出来 千万千万 吴主席你不要当地不分区第一名 你可以列第15名 如果你觉得国民党可以要那个实力 你要做那个最后押政牺牲 让大家拼命投让你还有机会 这是韩国瑜的新生没错吗 不是不是 吴敦毅代表我自己 韩国瑜国政贡论 我自己说的 我还是一个台湾的小民 我是一个庶民 我虽然也在全国交出 我这种身份都有 这是交错的 那韩国瑜的真正的想法是什么 这个其实我没有去问 那这是他们自己团队的事情 我毕竟只是国政贡论 提供的我叫做廉政白皮 所以特别注意廉政的问题 那我从我自己是一个 在一个在台湾的小民小老百姓 他也是一个学者的角色 来提供我的意见 等一下我要告诉你 另外一个国政顾问团 他是召集人 张善政 他对于这场选举 对韩国瑜的规划 有一番妙谈 等一下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当然我今天播放一段 被认为非常写实 也很反映现实的影片 等一下一起来听听看 但是来 要把镜头交给钟连晃之前 来连晃来听听看好不好 沈大佬在选战上下99天破百的时候 他怎么来看国民党最新形势 来听听关键线70秒 因为讲铁塔尼撞山的那种感觉 恐怕是我算是最早讲的一个 而且讲的次是最多的 我的意思就是说 1月11号明年 这个船渐渐101天 这个船渐渐朝冰山撞去的感觉是有 但是我不认为它的结局像铁塔尼一样 因为铁塔尼撞了以后 就整条船沉在海底了吗 应该不是 因为国民党撞山以后 这条船还在 这条船并没有在海底 所以用这些救生艇 然后大家 吴敦毅主席 搭第一步跑掉了 我觉得这个是不轮不累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救生艇有20步 大家都跳上去了 这20步救生艇 难道还要回到同一个地点集合吗 还有他们要到哪里去 这各自就甩掉了 有这个样子吗 我认为不是 我认为国民党败选以后 其实这条还在 还扶着 要不然为什么要去争作船长呢 为什么大家要争作下任的党主席呢 这个船还在 还在 还在 所以铁塔尼的比喻 只有前半段 渐渐靠近冰山那个感觉 是对的 但是选完以后 这条船没有像铁塔尼那么惨 好 到底什么形式 这是他脸书也说 政治是财狼们的杀战场 政治是大坏蛋专属的国影事业 这是一个国民党正在驶向冰山的铁塔尼 不过他说 因为我把他们比喻成成船前 甲板上的弦乐团 必须拉弓到最后一刻 来注意看 他后面还没讲完 他说拉弓到最后一刻 你也知道那个弦乐团 大家都看过那部电影 他说没想到我错了 所以现在甲板上的这些人 没有打算要拉弓到 拉弓到最后一刻 这三十一人当中 起码有两位正处心其律 梦想两个位子 党主席跟立法院长 而且不止于停在构想阶段 甚至已经频频出手 吃相难看到再加不堪 谁说覆巢之下无完卵 对他们来说 沉船不当以为是个人名利才重要 来 这个是沈副宠所讲的 那国民党内部的情势里头 还有他发言 他是连胜文 来 那个中年话 他说 徐红廷议员能够展现勇气 在国民党中常会讲真话 实在不枉费我们多年来对他的支持 也证明国民党中常委中 绝对不是只有喜鹊 还有乌鸦 2001年到2005年 国民党度过了非常艰苦的一段岁月 我亲眼见证 如果不是 因为当时党的领导层 从主席副主席常委到各企工作人员秉持无私的精神 国民党也不可能重新站起来 一步步从泛兰大团结 再赢得国会过半跟立法院长 并取得两岸议题的主导权 也奠定了二次政党轮替的基础 国民党今天从形势一片大好到陷入困境 或许所有在舞台上的人无私演出 才是我们最后内转正的关键 来 你怎么看 这是一个选战破百当中 一场新风暴正在形成吗 我形容国民党目前这个状况 有点像这个 过去我们在历史上读到的 东南自保运动 为什么叫东南自保运动呢 就是各自跳船逃命 沈谷雄用铁达尼号来形容 大家看过铁达尼号 应该还记得 除了那个选乐团拉到最后 很让人感动之外 其实还有一个镜头很让人感动 当所有人都逃生之后 那个船长 他还在船上 他最后还去跟那个 弦乐团的指挥握手 说很高兴很荣幸跟你们共事 最后船长是跟着船一起沉调 那如果这艘船铁达尼号 如果大家想想看 如果当时历史重演的话 当时是船长第一个跳船 然后其他船员 这个厨师 全部都还在船上 大家对这位船长的评价恐怕又不一样 那现在国民党这个东南自保运动呢 分两个层次 一个是立委的层次 小鸡 一个是这个 这个位高权重的 我给大家看两张照片 你就很清楚 这张照片是这个 分别是马英九2012年 朱立伦2016年 跟韩国瑜今年选前100天的造势活动 最上面那张马英九2012年 大家看旁边站着 江炳坤 朱立伦 胡志强 蒋孝妍 所有的重要人物都到了 中间朱立伦那一次即使选情不看好 但是呢 马英九 吴敦毅这些人都到了 最底下那张韩国瑜 选前100天的造势活动 我们大家叫得出名字的只有张善政 那你觉得这中间代表什么 好 那另外一张 导播你拍下面的照片就好了 这一位是彰化的候选人 他叫谢依奉 在同一个路口看板 上面那张是跟韩国瑜的合照 下面那张韩国瑜被消失了 前后不过几个月的时间 谢依奉何许人也 彰化地区的乡亲一定很了解他 谢依奉在 以国民党在彰化来讲 谢依奉大概是当选几率最高的一位 因为她是郑汝芬的女儿 她的弟弟叫谢典林 现在的彰化现在会议长 在地方上是非常有实力的一位候选人 如果连这么有实力的候选人 现在都要把这个看板的照片 做一些小小的调整 这个也是东南自保运动的一环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小军刚刚问了一个问题 就是说记者去问吴敦毅说 你会不会把自己放在部分区 吴敦毅说就有人这样建议 这个问题我也不好马上回答 通常我们如果不想的话 就说绝对不可能 那会这样回答表示说 他心里起心动念有想过这个问题 那吴敦毅的盘算是什么 我现在就跟大家来说明吴敦毅的盘算是什么 国民党在明年1月11号 只有两种结果 一种结果是韩国瑜当选 一种是落选 如果韩国瑜当选 虽然修改过党章 就是总统不见得是必然的党主席 但是韩国瑜如果当选总统 你觉得他想要兼任党主席 会很困难吗 一点都不困难 他到时候大权在握要兼任党主席 跟他斗里面担了很简单 好假设韩国瑜没当选 那请问党主席要不要下台 很大的可能性党主席要下台 那小军你记不记得2000年 国民党败选的历史 毕恭 当时是候选人叫连战 对不对 连战选输了 那是谁去叫李登辉下台的 就是连战 就是连战叫李登辉下台 那如果韩国瑜败选 有没有可能重演2000年的历史 因为我们都知道 韩粉的凝聚力是非常强的 那时候马英九也有餐厅 对马英九还被丢了鸡蛋 金普聪还被丢鸡蛋 对被丢了鸡蛋 跟金普聪因为护着他 到这个广场之前 对没错 所以那个画面大家记得 就是说韩粉的凝聚力是强的 不管韩粉有200万有300万 它总是一个 还算不小的数目 那如果假设韩国瑜选输了 但是呢 这一股气全部出在国民党头上 出在吴敦义头上 以韩粉的团结跟凝聚力 因为国民党党员是直选 所以1月11号 韩粉的出征日 有可能会下来 如果这些韩粉们 有国民党的党籍 那请问 在改选党主席的情况之下 国民党现在 以现在的情况 谁能挡得住韩国瑜 大概没有人挡得住他 他大概有可能 会当上国民党党主席 那吴敦义当然清楚嘛 因为连我都看得出来 吴敦义当然看得出来 所以吴敦义现在的盘算是什么 这当然跟郭董也有关系 目前看起来两大党 谁都没有把握 明年在国会可以过半数 这个时候 关键的少数就很重要 所以前阵子有两件事情 非常有趣 郭董说他愿意 帮国民党提名的理念相同的 立委候选人站台 然后接着马上有一个消息说 这个吴郭慧 有可能在两个礼拜后 有可能 但是后来 因为郭董大概也有人跟他分析 可能也看了这段节目 他知道吴敦义 吴主席 恐怕跟他见面的想法 不是那么单纯 所以后来他说 那我们暂时没什么事好聊 我们先不要见面好了 吴敦义在盘算什么 吴敦义盘算很简单 因为他知道 郭台铭是一个感情上 非常支持国民党的人 畢竟他感情上 他是很支持国民党的 虽然可能最近有一些 不太愉快的事情 但他很支持国民党 那如果在两大党 不过半的情况之下 吴敦义假设 当上了立法委员 那如果郭台铭的手上 掌握了部分的席次 他跟国民党结合 加起来有过半的可能性的时候 你觉得这个立法院长会是谁 那当然就是吴敦义嘛 那吴敦义当立法院长 对他来讲有什么好处呢 如果韩国瑜当总统 吴敦义当立法院长 那在某种情况之下 你韩国瑜还是得尊重一下吴敦义 因为你所有的预算法案要经过 你还说跟民进党吃菜 那好假设 那民进党总统也输 跟日本委员也偷偷偷偷 这是吴敦义的盘算嘛 假设韩国瑜没选上总统 蔡英文连任了 但是吴敦义还是当上立法院长 这个时候他会变成中华民国最有权力的一个人 因为所有的预算法案要通过立法院 蔡英文恐怕都得去跟吴敦义好好坐下来谈一谈 当然政治有政治的盘算 那小军你的疑问也不是没有道理 就是说民进党有没有过半的可能性 有但是现在双方谁都没把握会过半 可是如果假设关键的少数 最后如果说两边大概都50席左右 你到过半要到57 关键的7席到8席看掌握在谁手上 因为我们知道立法院的生态里面 无党籍长期跟国民党大概关系比较好 那扣掉几席无党籍的空间 如果郭台铭跟柯文哲合作的这个联盟 那如果说是比较偏向国民党的话 有可能国民党就当选院长 那如果他比较支持民进党 有可能民进党当院长 可是就目前的政治气氛 以柯文哲对民进党的恨 他的部分区大概院长票不会投给民进党 所以这个是吴敦义的盘算 这也就是为什么国民党里面 包含昨天台南市两位蔡姓的立委候选人 蔡玉辉 蔡淑惠 他们会去讲这个事情 那现在很有趣的是 其实我们昨天很多朋友 大家在聊天的时候也在讨论说 那吴敦义如果摆部分区 要摆第一名还是摆在安全这个名单的边 冲刺 刚刚他讲15名 15或16 可是这两种情况都有人支持 也有人反对 那比如说假设把它摆在第15名 那有人就讲说 那因为有些人很讨厌吴敦义 一看到吴敦义大家开始算选票 要让国民党政党票拿几%吴敦义才不会当选 结果不小心算错 国民党部分区只拿10席 那摆第一名也有人说 我第一个看到吴敦义我就不想投了 那政党票就垮了 摆后面还是好一点 所以两种可能性都会发生 所以这个其实是吴敦义现在面对问题 现在虽然听起来党内有一些 反对他列不分区的声音 但是我想以吴敦义的手腕跟他的毅力 如果他真的想当不分区的话 他最后会排除掉这一困难 OK 你看到这是昨天双蔡他们在开的记者会 因为他们说在基层基层 就是说这两个人在台南 第一选区跟第五选区在算 你说现在基层 听了很多人在认识 认识就是说不想投资党票 那其中蔡玉晖就说 他说吴敦义 你以前要做个副总统 要做个国民党 现在又有党主席 你有提名权嘛 你应该让国民党永远倾天普照 让国民党给年轻人机会 那吴敦义不分区 立法委没有加分是扣分 他说国民党端出来应该是端出好菜 不是臭生的菜 哇 指名道姓 讲得还蛮难听的 包括铁打尼壮山 来自于沈富雄 包括了连胜文都很忧心 来 姚老师 这个国民党是真的真的 我看这个的确也没怕被开除 这是国民党内部吗 最狠的公斗赤裸裸 他们还说打算要串联 来 这个态势的姚老师 这两个开记者会的立法委员候选人 根本也不担心开除 因为开除了讲实在话 在那两个地方要提另外两个候选人 还真的不容易 这倒是 所以他们就应该是首先 开除之后还有票 他们 然后最重要的就是他们开炮 这个是完完全全冰山的一角 这个绝对不是只有两个人有这个意见 而是党里面大概有相当大的比例 有相当多人 现在正在担心国民党实质的分裂 在总统选举前100天 今天是99天 这种实质分裂 当然是不可思议的 在过去选举各界的 如果四任总统的选举中间 各任来看 大概都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 怎么讲 就在最后99天居然爆发 两条路线 跟 这一个两个位置的争执 这么早就爆发了 当然他的起因点当然是韩国瑜被党内许多的人 我自己也被征询过 就是征询过 其他国民党里面党内也要做民调 我自己也被征询过 那 你还是国民党啊 不是 他做民调的人 我又是征询过不分区 不是 不是不是 那怎么开玩笑 那开个玩笑 我怎么不分就不得 我说征询 那个党里面的这些事物 嗯嗯嗯嗯 但是林老师也比较重要 对 这一方面就是说 其实尤其是韩阵营的人 因为有几个事我自己认识的 熟识的朋友 所以 这一方面他很清楚的一点 韩插不了手 国民党内的部分区任何党务 韩丁点插不了手 这是韩的一个 你可以讲他的沮丧也好 或者他的一个 一个 愤怒也好 他根本无法针对 包括我们现在讲的 不分区代表插手 所以 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吴敦玉完全 好像放弃韩国瑜一样 这两个根本就 就是说 吴敦玉从党中央的立场 好像放弃了总统选举 他没有任何跟中总选举有关的 在中常会的讨论 或者任何的安排 甚至于清韩的人李哲华 把他 发配边疆吧 我们不要换掉吧 就发配边疆 因为政策会负责任党 几乎没什么事做 那等等等等的 对于韩粉坚决要开除的李正浩 把他加以挽留 等等等等的 所以 这两个阵营已经几乎是剑拔弩张了 清胡敦义的 党中央 许许多多的人 以及 还想将来在党中央职务上 就像沈副雄刚刚所说的 有人还肖想党主席这个位子 他不认为将来韩国瑜会要抢这个党主席 因为韩国瑜可能认为这个党主席不值得一讲 他就做他的社事长 可是韩国瑜他可能 当然韩国瑜也可能要 可他认为韩国瑜不要的情况之下 他也可能去争取被韩国瑜赶下来的主席位置 这样子的一个气氛 双方这么对立一个气氛 我觉得现在去肖想立法院长的位置 那简直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关癌 一个完全不务实 虽然我们知道 大致上 所以联盛文是有感而发 对 因为我自己 我刚刚说我被征询 其实最主要征询是立法委员选举的结果 因为总统选举已经不需要大家在 因为现在30个民调都已经显示出来 大概很稳定的12% 13%的路线的发展中 那最多立法委员的选举到底 大家预测三党不过半的比例 按照现在内部的民调 包括民进党的民调 因为外面民进党非常精确的 在每个地方都在做民调 各党都在做这个民调 那立法委员到底最后的结果如何 那当然 所以现在的结论当然是 三党不过半的比几率较高 因为三党不过半的几率较高 小党变成非常关键 那所有的人都知道 两个最重要的小党 一个是民众党 一个是时代力量 能不能过半 然后剩下就是亲民党 也就是宋楚瑜 可能为了亲民党要过5% 想办法要御驾青春再一次来选 设法来炒 用亲民党的立委的基本席次等等等等 那至于说其他政党 像蓝的新党啦 或者其他什么安定力量啦 或者绿的其他小党啦 什么喜乐岛啦 或者等等等等 大概都不会有任何的席次 大概最多就这两三个政党 所以大家都眼睛盯着 如果非两大党 他如果席次已经靠近15席 那就是标准的三党必定不过半的 如果只有靠近10席 就是两三个政党才能够拿过10席 大概有政党过半 或者非常靠近过半 不需要仰赖这些其他第三势力的可能性 还是很高的 因为这些小党还是有矛盾的 亲民党民众党也好 或者这一个时代力量 从这一角度的来看 但我个人觉得 吴敦毅现在的盘算应该非常清楚 他除此一步别无他途 他要在选后还扮演一定角色 因为他已经认定 他大概主席保不住了 理由非常简单 韩国瑜落选 别的理由不要了别的理由 韩粉就不会容他继续存在 韩粉不会容他继续存在 不管接任的党主席是谁 都跟他无关了 他会第一时间下台 如果他能够担任不分区的任何一个席子 安全名单席子 不见得是第一名了 是这个 他只要是安全名单 比如说在8名啊 7名啊 这个都是安全的嘛 对吴敦毅来讲 就是一条后路 就是一个救命的路 救他自己 但是当务之急救国民党 不是应该要全力来抢救韩国瑜吗 不分区立法委员这个消息 包括 这个就是我刚刚还没讲 我现在还没讲的第二条 第二条路线之争 现在党里面最大的辩论 就是说我被 问到最大的辩论就是 到底我们现在是立法委员选举重要 还是总统选举重要 当然是立委啊 这个你回答就完完全全非 非韩正英的回答 那是百分之百的嘛 那我也同意立委选举最重要 总统就摆在那里 你这个绝对不会代表韩英的了 你虽然你是国队短的 你这个绝对不代表韩英的 你这个绝对不代表韩英的 你现在还要教他教他 好你继续教他吧 我继续教他 可是韩国瑜自己本人 不会接受这个说法 韩正英的说法就是说 非常气 非常气 应该99天才不可能放弃总统大选 非常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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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ight 这个是现在做的 这部阶部的理论 两个都重要 那不是这是废话吗 两个当然都重要 可是这个重点是 中央党部所有取得的资源 人力 辅选的路线 是不是以立委为主 还是总统为主 是不是总统选举就交给韩半了 我们就不要太多的去干涉 也不要太多的去作业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其实对于吴敦义来讲 对韩国瑜来讲 那真的是一个蛮悲惨的一件事 因为所有的人都知道 所有的人都知道 连包括真群我的人都知道 选举不是母鸡带小鸡的吗 选举一定是母鸡强小鸡强 怎么可能分路线呢 怎么可能分路线 那他们的概念很简单 因为现在就像刚才联煌讲的 有人在撤退嘛 有人现在发觉韩国瑜的年薪票太弱 韩国瑜带中立选民太弱 非常担心在地方上五五波的选举 会被韩国瑜带垮 这是所有许许多多 那个如果今天是六四 像台北文山区还稳稳荡荡 他一点都不会介入到这种讨论 他非常介入说韩国瑜如果完全不得不到青年人 或者中立选民的支持 那是不是会带动我的立法委员的选举 如果再继续这样下去 那我当然要自保 所以我当然要去离开总统候选 因为这个戏份在立法委员里面越来越重 所以整个党里面就有这条路线 所以在我来看 其实很难 所以我刚刚一开始就讲 很难想象一个一百天之内的选举 居然还爆发这么严重的路线之争 那你认为国民党选举还有怎么格选的吗 几乎就说他们光把这条平息 到不分区名单提出来的11月中 就是说光讨论这一段 然后到11月中名单一提出来 再爆炸一段时间 剩下只剩下大概一个多月时间了 我难以想象 2018投完票到现在不到一年的时间 那时候韩国人在算的时候多穿呢 他赢明天赢十五万票呢 那是一人救全党呢 那现在是一人要毁全党吗 你照你这样毁是不是 不是我讲的 不是我讲的 不是说他毁不到了 现在党是归于他 全党可能 对 因为他一个人要全面在沉船 所以要集体跳船当中吗 那我请教是这个佑彤 刚刚看到新崩报 这属于就是内斗 在内部的部分 一波一波 我也不知道一波一波 到底要到哪一波 看起来就是抢抢棍 可是我们看到在外部方面 从7月28号呢 国民党的全代会通过了 正式提名 韩国瑜也国民党2020总统候选到现在 你看7月28号 8月9月 已经两个多月的光景 我很难不说你们的整合 是不是宣告破局 就是跟韩国瑜的部分 为什么这么说 我播放一个关键性的影片 可是呢 因为这个影片之前呢 我们特地帮观众们做一个整理 因为 这个我听到刘悠彤讲 听过这个高宏安告诉我们说 因为决定要退党要退选的 郭台铭先生是五党一身亲嘛 当天呢还去打高尔夫球 来我们看一下 500人退团了 那郭台铭有点在意 还蛮在意这些声音 所以郭吴就不要见面了 10月2号 蔡静女是这么说 郭台铭跟吴队仪目前沟通管道顺畅 两个人都有见面意愿 吴郭慧已经进入幕僚作业 适当时机会会面 10月2号 其实就在前天而已 到了10月3号呢 同样 他又说 郭台铭得知不少郭坟 对此十分不满 吴郭慧若无重大议题 当然就可以暂缓了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看到 那个欧阳荣这边讲 如果郭台铭有所顾忌 一切随缘尊重对方 国民党也不会太在意 注意看 在昨天的时候呢 我们看到这是吴郭嘛 吴郭嘛 吴敦毅跟郭台铭 接下来很重要 这两个咖 到底可不可以整合 我说的是这两个 这两个在想 就是这个 跟你的老板这两个人 这两个到底可不可以整合 就是这两个人 这两个人 一个讨论比较多 一个比较少 这两个人 你看 咱们是怎么说呢 庆宇说 郭台铭对韩国瑜 没有太大意见 但从初选到现在 特定媒体对于郭 有不实报道 加上韩国瑜 对中国态度 也没有办法说清楚 如果韩国瑜觉得 这两个条件严苛 那对我们来说 其实 也没有见面的必要 然后就是叶元芝说 两个条件太严苛了 是基层跟台北市议员的声音 现在韩阵营 没有跟郭董见面的规划 来注意看 叶元芝这样讲 现在韩国瑜阵营 没有跟郭董见面的规划 没有跟郭董见面 我让你看一个VCR 这个台湾之谜音 他们这个VCR里头 是不是很写实 非常写实地反映出现况呢 来看看这个关键性的VCR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该怎么学院总统 安分也糟了 中天也狂暴 还落后效应好多 迟到的时候 就装死带过 都是日本人的错 发财也喊了 也开起步 修保研和巨匪很不同 一人就全等 去年的传说 现在全当都要救我 理论不服手 因就像我手 就怕雨漠最后还我 心被拿之后 你还装不受 真诚是怎么怎么抢我的 是又把不动 不是我的错 是你看我 眼看没有老过 选举经费都没着落 怎旧中华民国 我只会飞航不走 他不是为了自己 他是无所求 选择 随 amidst hem 它 vil mat 根本 yani 我没犯pet 而我 你想想想像我 你喜欢 抽 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国民党内部内斗一波一波 跟郭台铭的部分比较属于是外斗好了 至此这样的发展是不是宣告不到三个月的整合 已经是破局了 来 是不是这样子看 包括从选票结构的话 郭粉的动向 我觉得如果说大家可以想象 其实以鸿海集团 我讲一下 郭台铭先生 鸿海集团大概以一个集团来讲 大概全世界大概没有千家子公司 大概有百家子公司 大概七百多间 就是我们整个的 还不算转投资这样 那事实上我曾经讲过 如果有一个公司 它的经营状况不好 那每天跟着大家一起 起哄玩乐的这个副委会主委 被大家选出来说一定要来当CEO 那我就很想问说 那集团的总裁到底会怎么做 因为这个就是营运不好 我们七百多家子公司 有很多的营运也也是有问题 总裁要来处理它的时候 它是怎么做的呢 其实我觉得大家要重新看 因为其实这一次 我们说不管是要跟吴主席见面 还是要跟海先生见面 我们不管说这前面有一个设定 什么样的前提和条件 都得到很大的反弹 但是我觉得可以让大家想一想说 一个总裁 如果他在想说 我这个集团里面有一家公司 现在平临危机 而现在这个要做这个 等于说要做这家公司CEO的人呢 又已经是个 我们没有办法讲扶不起 但是至少目前看起来 他可能没有办法挽救 这家即将破产或濒临 就是跳崖的公司的时候 那总裁希望怎么做 一定是要在这个地方里头 去寻找这家公司其他的生机 要嘛找别人来并购他 对不对 要嘛想办法把它重新整顿 来做这个营运 那这东西怎么 这都要谈嘛 所以我觉得有很多的时候 大家会觉得说 那个郭台铭 比如说这几天 有很多的名嘴或什么 也给了郭先生有很多的意见 就是说你这个是知道 政治上面太清纯 你把很多事情想得很简单 但是我觉得大家要想的是说 这两天 其实郭台铭先生一直不断地想的 他一直告诉大家的就是 他其实参选总统 从来不是为了说 我今天想要当总统 他一直想的就是说 我如果能够在这个时刻 为中华民国做哪些事情 好 那现在他不选总统了 那他这些愿望要由谁来实现 那看起来 这个服务会主委 应该是不是太有机会了 那要如何寻什么样的管道 去实现这件事情 所以我觉得其实很多的郭坟 或者是中间选民 我觉得在所谓我们这种政党政治的这种 非蓝及绿的这种生态当中 其实是真的 常常是很情绪性的 比较有一些就是说 我觉得很大的反应 尤其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可以看到我们的吴主席 荒腔走板 我们的这个服务会主委 现在也是拿不出什么样的方式 就是三支箭射一射 我们也不知道他设到哪里去 可以得到什么样的结果 那既然是这个 现状是这样 而郭坦明先生 还是希望能够为国家做事的时候 其实他现在是陷入很大很大的挣扎 现在还在挣扎 现在还在亲人交战 他的争章不是说他自己要选 而是说以面对这样的情势而言 如果真的要为国家做事 可能要实现的地方就只有立法院 那所以在立法院 如果要实现这些事情的话 那怎么样才是今天有这么多 不管是小党也好 蓝的也好 绿的也好 在中间要怎么样走出一个局面来 我觉得就跟他过去 看到一家公司 瀕临危机的时候 要怎么样去整病他 要怎么样去处理他 再加上那个服务会主委 还有很多的拥护者 还在那家公司乱 所以这个我跟你讲 这个不是很容易处理的问题吗 所以我觉得其实郭董事长 他是有一些他过去的 这个治理经验跟他的高度 不完全只是说 我今天在这里头 有没有很多的政治仇恨 所以我觉得他讲了一句话 过去他能够很低声下气的 曾经跟韩先生提出说 让老大哥来做 不是今天祈求他说 我来做个总统 而是当时他比沈大佬 还更早讲说 今天国民党只要是走错了方向 有可能要面临三叔的状况 现在不光是三叔 现在是还没有真的输 就已经快要帮分崩离析了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 还有99天 对 几乎还有三个月 所以我觉得今天其实 很多时候我相信 曾经董事长说过 就是说他是个老船长 很多的情况 就算政治这件事情 跟他过去比较是没有什么太大的 就是说直接的关系 但我觉得他对于很多的人 事物 他还是有他的分析跟道理的 所以我觉得他可能不是我觉得 其实你说铁达你好 我真的很怀疑说 大家到底在一开始的时候 就有没有上到同一艘船上 就是说现在是说大家都上船了 然后说过去 郭台宁确定是没有在船上 没有嘛 我们应该已经 不是应该说一开始的时候 所以我说为什么见面会有前提 一开始你要开这艘船的时候 你可能就有不同的船 对不对 有国民党船 有国瑜党船 有蔡旺旺船 有什么船 大家其实开的都是不一样的船吧 我在猜啦 可能不是真的有开了一条船嘛 因为你一条船 应该是现在在船上 还大家在那边讲说 你要怎么样 我要怎么样 还有盟友 现在不是啊 现在根本就是还没开出去 对不对 那双船还没开出去 就已经还没有办法开出去呢 对 所以我觉得应该这么说 可能现在撞山的 不是那个国民党的铁达你好 而是那个什么 就是这一次2020的红红大 观众朋友 刘若彤来到我们现场 包括了资深媒体人 中联化国会观察 基金党首姚立明老师 以及两岸政策协会的研究员 张玉少老师 国政顾问团的核心团员 这是廖达奇老师 知名的网络评论家温朗东 还有呢 博维会加入我们讨论 在这个选战记录99天 我们刚刚特别提到 国民党的内斗 似乎先取第一波的一个风暴 在外动方面 似乎也宣告 整合好像已经是破局了 可是怎么会 怎么会破局呢 韩国瑜的阵营里头 面对这个郭韩慧的两个条件 他冷冷地回答说 目前没有跟郭董 见面的规划 可是我们等要看 侯友宜在今天讲话了 他 呃 他 未免学生 勉励学生说 乌汤 吃我来看我 吼 这网络说 你不怕喔 现在韩国瑜要跟你进攻了 侯友宜你怎么不怕呢 现在还不敢 不去折 新北市 这个竞选总部的主委 侯友宜是在冲下来 好 在进入99天当中 当然在这个时候 韩国瑜自己抛出 要赴美形成 为什么 怀远高雄市议会 为什么 他还是讲不清楚呢 是赴美 呃 访问行程有出了什么样的一个玄机 甚至是大问题